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路德我记得是稍微淡了一句 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大概是一个什么计划 就是俄罗斯外交部长希尔盖拉斯沃夫 在星期四表示俄罗斯与伊朗打算很快签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其中包括双方在这国防领域的密切合作 俄罗斯与伊朗酝酿签有一项军事联盟性质的条约 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伊朗新任总统这新上市总统在10月11号 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巴德出席上国际论坛 参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会晤 并且表达要有俄罗斯尽快签的愿望 然后莫斯科时报指出 普京在土库曼斯坦会晤 这个佩泽石基安石就向他发出邀请 让他今年在年底前访问俄罗斯 并且签出两国的战略互助条约 路透社指出 俄罗斯与伊朗加强军事安全合作关系 会让美国及西方没有感到关切 自从俄罗斯在出任乌克兰以来 俄罗斯军事安全已经得到相当的强化 伊朗不仅被指向莫斯科提供 大量的自杀事物文机和弹道导弹 用于乌克兰战场 而且还与以色列发生直接军事对抗 将中东举事进一步升级 俄罗斯在 拉夫罗夫表示 俄罗斯伊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这样的准备中 并将加强俄伊关系的重要因素 他表示 你意中的俄伊条约将在未来签署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新闻里面就说了一点什么 他说其实还是在拟案当中 然后马上要最终签署 那么我们其实最关注一点 是他为什么要去签一个军事联盟性质 实际上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邪恶联盟 他其实刚开始在结盟的时候 他其实都是比较机密的 其实从来这几个国家 他从来没说 这个中国伊朝从来就没说 我们就站在一块 尤其中共国 他一直是暗彻彻的偷偷的躲在了背后 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说 就是说你所有这个邪恶轴性 他是一个一个的浮出水面的 就包括最早对吧 俄罗斯和朝鲜他先浮出水面 那就朝鲜派出这个军队前往俄罗斯 然后呢 这个伊朗呢 就是也马上就会 比如说进入这个俄罗斯战场 对吧 这个时候实际上呢 是我个人觉得 是当这个战争啊 进入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呢 就所有的这个背后的这个阴谋者 他终究得要走向前台 不可能躲得掉了 因为总的来说呢 就是说当然啊 如果说俄罗斯刚开始打得顺风顺水 无所谓 对吧 那就是反正你俄罗斯该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对吧 那其实伊朗啊 这些国家他没必要说 我跟你俄罗斯结盟 对吧 我只是单对单的 我就能把这个以色列给对付掉了 但实际上呢 因为如果 因为这这从实力上对比上来看 如果他们几个不同时一起上的话呢 很有可能会 这个很有可能会失手 对吧 因为你点对点 毕竟不是美国对手 但是现在他们把这个关系公开化了以后呢 一方面呢 是可以加强他们的合作 另外一方面呢 也可以说明点什么呢 就说明啊 这个俄罗斯啊 可能还是需要让这些人要站出来 对吧 不允许有谁躲在这个背后 毕竟要死一块死 对吧 这样子呢 才能最大化的发挥 就是他们这个团结协作的这个 这个效率 毕竟吧 你比如说 你说一方一个人躲在后面 对吧 不愿意出手 另外一方面顶在前面 那你对这个前 前方作战的这个 这国家和这些军队来说 他们压力是很大 而且这个心里会很不满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伊朗 他要走向 一定要走向前台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如果说不走向前台 俄罗斯呢 也确实可能也顶不住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经历两年 这个战争下来啊 可以说这个 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前线的 这个这个投入啊 已经是非常巨大了 那无论是从这个人力上讲啊 还是物资上讲 都已经遭到巨大 那他需要一场公开的一个大规模 这个援助啊 才能让这个这个前线战士啊 继续顶下去 那实际上呢 到了这一地步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两点 第一眼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随着这个浮出水面 这个阴谋价越来越多呢 其实他们被打垮 这个概率啊 也就越来越大了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说其实啊 离最后一个中共国对吧 浮出水面 其实也已经不远了 你都已经出来撒了对吧 那你最后一个 你说要不要 该不该公开表态表态呢 对吧 我相信就算习共自己 沉得住气吧 我觉得这个 你让这个俄罗斯 那么沉得住气啊 这其实都是个未知处 当然我相信 他们肯定是沉不住气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突发消息啊 就说伊朗呢 已经开始这个弹道导弹 和平台战略转移位置 实际上 如果我们从这个消息上来看呢 虽然就是这么一句话 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可能暗示这两点 第一点呢 有可能是说 这个伊朗啊 他这个 已经觉得自己的这些东西 已经不安全了 这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从前段时间看 之前他们发生对战的时候啊 大家刚才都有试探性的嘛 对吧 但是呢 他们在进行这个试探性攻击的时候呢 已经把这底牌呢 暴露的差不多了 那很有可能呢 我们知道 这个以色列不前段时间进行一段时间空袭嘛 我们可以看到 从他的这个动作就来看 之前的空袭很有可能是比较成功的 因为伊朗已经发现 他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目标被暴露了 那他们是 他们呢 估计呢 可能呢 也只是暴露一些 他们是怎么发现自己被暴露呢 他们估计肯定是 之前这个伊朗不也是袭击以色列吗 他们肯定袭击以色列啊 也只是部分的这个弹道导弹平台去袭击 然后呢 他们发现呢 这个以色列在还击的时候 哎 这些东西呢 就以为炸掉啊 他就知道了 那肯定他们有能力去监测到自己这个导弹平台 能反向跟踪到自己的导弹平台 而且呢 并给予摧毁 那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 以色列之前对于这个伊朗的这个反击的这个成功啊 成功是非常大的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信心呢 就是说整个这个伊朗啊 他的这个 这个武装啊 有可能是没有全部摧毁 那因为他没有全部摧毁嘛 那所以他还可以转移嘛 第二个他为什么就转移到什么 叫战略位置啊 其实战略位置在我看来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他肯定就重点要保护这个汉梅内衣 或者是一些核设施了 那战略位置一般就两个嘛 第一个是你的这个领导战略 对吧 第二个呢 是你的核战略 那就说明他们肯定都保存到这个核设施 也就是说 现在目前来说呢 伊朗已经完全转入了这个被动这个防守 防守态势 他们已经没有再进攻能力 但是呢 他们可能目前还相信说 以色列没有这个具备打击到这个地方能力 他们有可能 他们可能会认为呢 因为他没有暴露嘛 因为全段时间 他去战略位置 他没有发射导弹 那没有发射导弹 就说明他不会暴露 那什么时候他们才会 才会去把这个导弹再发射出来 那肯定是这个 这个以色列嘛 他都已经打到你前台了 然后你都已经快 已经飞到你这的时候呢 他估计才会出导弹把你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还击掉 所以说呢 目前来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伊朗呢 已经完全 就我 这只是我个人看法 我个人认为呢 他其实已经转入到一个被动防守的一个态势了 那所以说呢 这些事情可以看到呢 真的是非常的可喜可贺 那也就说明呢 我们这个 就是说整个这个 就过去对于这个预测走势 都已经往一个非比较乐观的这个走势去了 那实际上我们从一个乐观走势去呢 就是说这个 以色列啊 他一切都顺利 对吧 他完完全就冲着这个 消灭这个黎巴嫩 珍珠党啊 还包括胡塞武装啊 还包括哈马斯啊 现在已经到了 中东呢 已经到了解决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 那就是伊朗问题 当然如果说 只要伊朗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 其实剩下那些残余事业 他也存在不久了 毕竟过去的那些像什么哈马斯啊 还包括珍珠党啊 胡塞武装啊 你像这个 说句不好听了 就我之前曾经说过 说白就是村斗 村斗性质的 那些村斗 如果没了这个背后政府的武装呢 他们很有可能 马上就会 他会迅速的就会灰飞烟 毕竟就像路德先生说的一样 大家都是跟着赢家走 好 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 就结束了 那欢迎大家 继续关注我们路德社这个节目 然后呢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节目 请点赞分享 再见 好看